Hello 大家好 我是希望君 今天 周术回战第二季 第十九集更新 初线上回 虎战和丁奇分别对上真人和真人分身 丁奇成功击上真人的分身 其实 丁奇前不久刚刚把受伤的星田交给救援队 与此同时 真人对虎战发动进攻 将三个人类串成一串 虎战面对这种攻击 情绪波动极大 他逐渐被真人压制 这些人类还会突然变形 让虎战身处险境 另一边 真人分身继续进攻 他能够变形 双方爆炮大战 此刻 丁奇被真人分身抓伤 不过 丁奇没有退缩 他先是射出几枚钉子 被真人轻松闪避 再次跑到真人头上 发动猛攻 没想到 丁奇用共鸣 同时积伤了真人的本体和分身 原理是 共鸣对分身的攻击 能通过分身反馈到本体的灵魂 积伤灵魂 而本体灵魂的受伤也会传到分身 让分身受伤 如今 丁奇也感应到 眼前的真人只是分身 他还发现 真人分身 没办法使用无为转变 另一边 虎战趁机对真人本体发动狂攻 真人被丁奇的术士攻击根本没法行动 随即 虎战的拳头犹如雨点帮落下 打得真人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与此同时 真人分身感应到本体的危险 开始逃跑 剑撞 丁奇立刻追击 而真人本体则是在虎战的面前分裂成无数分身 其中只有一个分身拥有真人的灵魂 真人还利用周力误导 让虎战拆错目标 接着 真人的本体和分身相遇 虎战以为他们想要合体 从而修复创伤 没想到本体和分身却擦肩而过 此刻 丁奇刚刚从拐角出现 被本体冲到眼前 大意之下 丁奇没有认清 眼前的就是本体 随即 真人发动 无为转变 就这样 丁奇被无为转变命中 他用手捂着脸部 突然回想起童年往事 小时候 丁奇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女孩 她不听母亲的话 自己挑选了一款粉蓝色书包 后来 丁奇搬家到乡下上学 同学们都喜欢使用红色或者黑色的书包 丁奇班节里有一位同学小文 她的书包也是蓝色 某天 小文被同学欺负 书包被放在柜子上 丁奇帮她拿下书包 并且提出交换书包 就这样 丁奇和小文成为了朋友 她告诉小文说 自己讨厌书包 也讨厌村子 丁奇对村子的形容就是屁大典的地方 某天 丁奇告诉小文说 她找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原来那是一位新帮来村子的姐姐的家 姐姐名叫沙滋 对丁奇特别好 丁奇也很年沙滋 两人成为好朋友 在沙滋的影响下 丁奇变得越来越有品味 但是 其他村民却对沙滋充满敌意 他们认为 来自城市的沙滋瞧不起山下人 于是 村民就故意去破坏沙滋的家针对沙滋 终于 沙滋被村民们逼走 搬离了村子 那一天 丁奇第一次在小文面前嚎啕大哭 长大后 丁奇也决定离开村子 他要去东京上高中 并且去找沙滋 丁奇对小文说 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在分别的时候 两人还是忍不住 泪流满面 回到现在 沙滋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他经常想起丁奇 但却不敢去找丁奇 因为沙滋害怕丁奇会嫌弃自己 过得这么普通 他担心丁奇会对自己失望 不过 沙滋依然想知道 丁奇现在过得还好吗 此刻 丁奇想到了老师和同伴 在和大家的相处中 自己改变了许多刻板的印象 丁奇也对自己经历过的一切毫无遗憾 如今 丁奇又想到小文 他突然在一时中对小文道歉 对不起 文 约束 无法保护 叶鱼 无法保护 叶鱼 无法保护